其實之前可能有其他外國人 我想在那邊開, 你的專輯給我開 我們可以的, 你看有什麼提供 我們還是第一時間拒絕 因為我覺得狗仔粉這件事 好像學功夫一樣 你真的要知道懂得看 狗仔粉何時行, 何時不行 那個刺何時行, 何時不行 如果你只是為了做生意去做 你沒有憑良心去看 你沒有憑良心去加藏材料的話 我覺得會影響狗仔粉這件事 在其他地方給人家的感覺 我叫Herman, 姓張 這間店叫十八座狗仔粉 我是這間店的老闆 我們店鋪有名的就是 狗仔粉和火鴨翅兩樣主要 狗仔粉和火鴨翅, 過來嘗嘗, 好吃 狗仔粉不是真的有狗肉 狗仔粉是它的名字 因為以前人手搓麵 令它尖頭尖尾三、四吋長 好像狗仔的尾巴一樣 所以人們就叫它做狗仔粉 過來嘗嘗狗仔粉和火鴨翅 是, 是, 您可以幫我吃嗎 是啊, 既然會有狗仔粉 你喜歡狗仔粉嗎 狗仔粉, 和狗仔粉 是, 和狗仔粉 狗仔粉, 好的 狗仔粉很美味, 我真的很喜歡 很好, 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 狗仔粉做的過程其實都比較簡單 湯底我們要用蝦米 然後可能要選擇更漂亮的冬菇 讓它可以發出冬菇香 我們煮了冬菇蝦米湯底之後 煮好了, 我們就把剛才切好的麵 然後放進湯底, 可能煮25分鐘 好, 現在就夠時間了 我們就放豬油渣 這是狗仔粉的靈魂 正常可以等25分鐘, 它就成形了 我最喜歡吃狗仔粉 我覺得在外面也吃不到這種味道 而且我最喜歡它的辣菜店 它辣得來真的很惹味, 外面也不會吃到 我們這個辣菜店, 很多人吃完後都很喜歡 經常說, 你拿出來買吧… 但因為我們的菜店是人手炒的 我們炒不了那麼多, 做不到被人賣 最初那間店, 因為我們是放在街邊店 那些姐姐會跟我說 老闆又不見了菜店 我說, 不見了? 我說這個月幾次了 連那個匙巾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了 我們後來發現, 原來有人來做菜店神偷 但你問我有沒有不開心 其實我又沒有什麼不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你真的喜歡我吃我的菜店 其實我也謝謝你們 謝謝你30分鐘 收你50 這個我喜歡跟爸爸一起 他會經常煮東西給我吃 他上班的時候, 我在家裡每天去做 就拿爸爸的揚州醉蟹出來 一會兒很多隻小蟹是濕的 即是生的 我問生的, 怎樣吃呢? 用油炸, 把油鍋開出來 用鞋來炸 誰知一炸就爆開 油就爆到眼睛, 打給爸爸 爸爸就說, 你不要煮東西吃 當時的心態就是 你越叫我不要煮, 我越要煮 就是因為這樣的心態下 就慢慢練就了 我懂得煮一些輕食、小食類的食物 還是小小蟹, 英俊 小時候比較漂泊 爸爸媽媽在香港開發營屋 當時也賺到錢 剛才小孩出生 每個人都當我寶, 就像王子一樣 但我大概九歲左右 然後因為他們炒股票 然後一晚就沒有錢了 我記得當時沒了店舖, 沒了錢 後來父母還是離婚 父母離婚後 我就被法官判了 我跟我姨媽住 當時開始接觸屋邨 開始在那裡接觸 吃狗仔粉, 家庭小食 18座是以前香港舊屋邨的特色 狗仔粉也是以前香港懷舊屋邨的小食 可能以前晚上10時、10時後 舊屋邨有很多推車仔、木頭車仔 有碗仔翅、魚肉湯、狗仔粉 燒賣魚蛋 當中狗仔粉是我特別回味的一種味道 因為年輕時吃開 你會覺得這種味道很好吃 但狗仔粉也是木頭車色味後 香港最難找到的其中一樣街頭小食 所以我想將這類開始抹落的街頭小食 帶回香港人 好, 謝謝, 再見 為何會做狗仔粉呢 當時因為本來在做設計 然後我經常去打球、游泳、運動 剛好當時感情有問題 然後運動發洩 誰知道撞上電單車 便轉了人帶一隻腳 你便在家裡一天、兩天、三天 便開始瘋了 好像甚麼都沒有了 躲在家裡慢慢的儲蓄都用完了 然後朋友上來鼓勵我和我玩一下 我有時煮食給他們吃 我自己吃狗仔粉 然後我煮給朋友吃 朋友說, 你這個小粉很好吃 不如開店吧, 開店吧 然後在這裡煽動 於是想一想, 好, 試一下吧 然後開店後正燒狗仔粉 當時其實感情問題出現了 令到我意志消沉的 其實就是我現在的太太 請我先給我吃狗仔粉 我一直在這裡煽動 我一直在這裡煽動 因為從健身中 我看見麥芝林的標誌 所以明顯是有歷史 有一個認識的麥芝林 我一直在想, 甚麼會發生 店員打給我的時, 都在睡覺 職員打給我便跟我說 老闆, 你拿了米芝蓮 我說米芝蓮? 我說米芝蓮不關我們甚麼事 為何不關我們的事 我想你聽錯了, 聽錯了 不理會他, 收帳再睡覺 過多半小時, 再打電話來 再跟我說 老闆, 不是, 真的拿了米芝蓮 很多記者在這裡想問問你 我說, 甚麼? 真的? 然後就穿衣服, 去店舖 去店舖才發現 原來那一年是米芝蓮 第一年有這個街頭小食推介 而他們也推介了我們 其實心情很興奮 可以喝水嗎? 是的, 不用 吃飯 也太香了, 還不錯 我是不是準備好了 第一天開店很記得的 有1000-2000元 因為我不斷介紹 我說過來試一下 20元那時20多元 我20多元介紹 你家村懷舊小吃 我過來試一試 大家慢慢試一下 又回頭下帶人來吃 我覺得開18種狗仔粉 最成功的一點就是 成功將狗仔粉 這一樣以前的美食 可以在香港重新再補給一次 我覺得不只是狗仔粉 無論哪個國家 哪個地方 車都好 一件好吃的東西 大家應該繼續 代代相傳 有這件東西在 所以我覺得 好吃的狗仔粉 可以留下來 讓人家都可以試到 而覺得好吃 是我覺得最開心的事 好 謝謝 再見 謝謝 謝謝 我不用 Egypt 總其中一的話 我跟我回応